大家好,又是我五高 今天繼續講上次吸引力法則的一個特別訓練 叫五感訓練 上次五感當然有五個 其實有第六個,不過要總合五個才做到第六個 上次五感講了頭兩感 即是最後兩個,即是蝕和身體 身體就是,我教大家簡單方法就是打一下 有個痛感,接著就練 舌頭就舔一舔一些味道 可以是醋,可以是醋,可以是喜歡 也是這樣練習的 如果不明白,就看上一次那條片 就是這條片,秘技三那裡 裡面有詳細講解,講兩個練習 練習很重要的 有時候人很有趣的 一些東西很簡單,就覺得好像沒用 或者我都懂得一聽就明白,不用練 其實又不是的 你練到你才知道它的難處 所以一定要聽了之後明白了,你就要練 什麼都是的,就要做的,要實習才能得到效果 兩個練習就是這樣 不複雜,但要練要恒心地練 你每一練就可以 你都要一排的,有些可能一個星期,有些可能一個月 或者甚至可能多些時間都不行 一人而二 今天繼續講其他幾個了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鼻 鼻就是紋的東西 鼻現在就很容易,很簡單 例如你找一些香薰,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例如洗頭水,什麼都可以的香水 太濃烈就不是太好 因為太濃烈會太長時間停留在鼻腔那些膜裡面 也不是太好 比較不要太強烈的古龍水,香水那些就好些 例如淡一點的,例如洗頭水那些 或者淡一點的香薰,都可以的 都沒有所謂 都是這樣,聞完之後就拿走它 完全軟離離 要完全聞不到味道 但是呢 你聞一下那一刻 你要很全神貫注 感覺那個味道 在鼻腔那裡是怎樣 味道是怎樣 即是你要完全 很全肢地做這件事 只是針對 專注在鼻腔那裡的感覺 是什麼味,怎樣的味道 例如洗頭水是洗頭水的味道 例如洗頭水是洗頭水的味道 例如翻隔是翻隔的味道之類 之後又過了一兩個字之後 十分鐘之後 可以的話就十分鐘之後 然後才回憶 好像是回憶的 其實是你要把感覺帶回來 例如剛才你聞到 例如翻隔的味道 那種翻隔的味道又回來 好像真的放了一塊翻隔的感覺 就是這樣 其實每個感覺都是要這樣練 這個就是鼻腔 第四個就是耳 耳對於有些音樂底的人就比較容易 例如結他也好 鋼琴也好 譬如你不要太忙 其實鋼琴是方便的 你禮手背著鋼琴 隨便按一個鍵 按下去 聽聽音是什麼音 那個音是怎樣 即是高啊低啊 那個音調是哪個音調 你要嘗試記住那個音 接著你就禮手看你 按哪個鍵 譬如D-Sharp 你要知道 按下鍵 因為你一陣子要回覆 對回答是否對 就是這樣 過了兩三個字之後 又是回憶起 剛才那個D-Sharp 是什麼音 噔噔噔噔噔噔 你要拿回音調 就是耳朵 接著就很容易 對回音調 按D-Sharp 看看你否對 所以這部分 對於有音樂底的人 是非常容易的 這個有題外話 我又說一下 這個鍊耳朵 因為我小時候 就學古尼吉他 曾經就覺得 自己好像 有點慰根 去學 又玩了 玩了一段時間 那時候 就流行 有些 美國的一些課程 是教Perfect Pitch 當時就覺得很厲害 Perfect Pitch的意思就是 你聽一個音 就已經馬上知道 它是什麼聲調 譬如是F-Sharp 還是E 或者是按一個Code 三個鍵 四個鍵 之類 一按一個Code 就知道 這個是A minor 當時覺得 課程很厲害 那時候還是錄音帶的課程 原來自己沒有什麼 所以我沒有什麼藝術細胞的人 都白費心機 所以對我來說 當時練耳朵 又是比較難的 各個人不同 對我來說 手就很容易 一拍拍完之後 幾天之後 就完全拿到感覺 所以大家不用灰心的練 因為人人的五感 都有強有弱 你可能這樣 那樣就強 所以每個感官 如果當你提升到夠高 其實是對大家之後 做很多事情都有好處 跟著最後那個 就是眼 眼就相對難一點 現在就 我想更難 因為沒有什麼人 會真的做這些事情 除非是做藝術工作 這樣就會好一點 為什麼呢 他練眼其實是要很精細的 他要求就是 例如你對著一盤花 當你一盤蘭花 這樣才算 放在前面 那你要看它 你看著那盤蘭花 記住所有細節 然後你要有辦法 好像剛才那些耳也好 鼻也好 是三個兩三個字之後 你腦袋都回憶回那盤花 的細緻點 什麼顏色 什麼形狀 完全在腦袋 完全出現你剛才 剛剛看到你的蘭花的圖像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是超難的 這個練習了很久 這部分 真的不太容易練習 但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最後講的練習 其實就是靠 這部分也是很重的成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練習 這部分 是要花時間的 沒有辦法 不會說一時三刻 就得到效果 但是練習了之後 你就會很有幫助 眼睛就是要這樣練習 所以那時候有同學 就可以做到 直接把他的圖像 在兩三個字之後 即是回憶的時候 直接畫出來 這個當然是他功力夠高 因為本身他可能藝術底夠 差不多一看完之後 他都記入腦 還可以回憶他的細緻點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我這些比較差的同學 最初我不會用花這麼深入 即是這麼複雜的 我會用一些簡單一點 譬如一個茶壺 他的線條不是太多 雖然有些花紋在表面 但這些花紋相對 會比較容易記起來 以及顏色 不會太複雜 大家不要緊 除了你喜歡 除了你心意 就選擇你喜歡的對象 去練習 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 這樣就齊了 學完這五個感覺 跟著下一集 我會把五個加起來 再加上最重要的練習 才能達到吸引力法則的最高效果 不錯的 值得練習 大家花一點時間 但有空就練習 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記得起就用來練習 想起哪樣就練習 例如開會 沒什麼做 打下手就練習 或者你走過琴行 按一下音 回憶一下 看音是否記得 就是這樣練習 在生活中有空練習 就可以了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 或者練習之後的感覺 如何都可以歡迎留言給我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記得like我條片 和subscribe我頻道 拜拜